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下的時候可以召喚出三個兵端 打人 像我現在這個樣子 三隻兵就敲人 那這一局呢是一個3v3的一局 那一開始我們就先殺死了對面的魯伴之后 那這一局是一個 我覺得還蠻順風的開局啊 應該是會贏 輸的機率不高 而且畢竟這也大概是第一台的場次而已 那這時我們看到草叢裡有一隻肚空 我們想要兵他 他好位移技能 其實不好兵 那這時 真機放了一個大招 那他也沒打到我們 所以先不要理他 那我的隊友就把他殺掉了 那這裡有一隻站著射的魯伴之套 我兵到了他 我對他放了大招 那王嘴龍要了王昭君的大招呢 其實是不用像妖痰一樣 門在原地板 是可以直接把他拖在其他地方 那我覺得這樣可以更至寶 我覺得這技能變得很強 那這時我又莫名其妙 冰到了無通 但我沒有辦法打他 因為我打他我怕我自己死掉 那現在剛剛我就試了一個母寶 然後幫隊友稍微敲一下小野怪 那像王昭君的這個被動的魔 他是沒有辦法像雕纏一樣 可以抵擋所有的技能傷害 他的魔是只能打倒霧傷 所以他是一個霧防的魔 他比較沒有像雕纏的魔那麼強 就是這個魔 也可以抵擋不少傷害 尤其是比較後期 那我又莫名其妙二連殺了 那能不能三連殺呢 沒關係 是被隊友搶走了 那我們一樣就先幫隊友吃一隻野怪 那他吃野可以快一點 那這隻野怪叫做凱 這隻野怪啦 這個英雄叫做凱 那凱其實就是傳說對決的艾米莉 還蠻像的 那我現在就一樣用兵道的成績 我再放一個大招 配合敵人接棒 整齊殺死 那那個王昭君的大招 就是從天上掉很多兵下 其實還蠻有趣的 而且他看起來沒有很痛 可是其實敵人經過的都會直接被打死 因為他的二招 一樣是像雕山有那個被動 所以冰到的時候 可以造出比較大的傷害 那這時我們把敵方的外卡拆掉了 我就和敵人接兩人來壓二躺 不知道壓不太掉 沒關係 我看到我的血量不太OK 所以我想要先跑回去回滾 但是我突然發現 這個捕包好像蠻苦的 我吃了兩個 就發現自己的血量會差不多 所以我繼續回到那場上 那這十步被針擊車道 我沒想到他的肩那麼痛 然後我就 幸好我有呼噁 我怎麼就要死 那這個下我恢復的時候呢 我的隊友幫我把 祖白七號殺死了 也是幫我抱人頭 就是悟空也把他殺死了 但我們的敵人節很給力 所以把悟空收掉了 那我們一筆回補完 就馬上再回到戰場 讓死的敵人節 看到他在跟真姬打架 但敵人節好像不太想理他 他撤退了 那我們就站在他旁邊 讓他控場 那真姬的二技能呢 其實是會對我們造成沈默的 然後也是看起來不怎麼痛 可是自己打起來很痛 那這時我想要像片頭一樣 逼悟空 可是好像沒辦法 幸好敵人節還是幫我把他殺掉 那這時我沒有注意到真姬 放了一個二招 我就被他的劍射死了 他這個劍只會有攻擊傷害之外 他會沈默 還蠻煩的 復活後 一樣繼續衝到戰場 幫忙隊友 現在能做些什麼 看不到敵人節又被欺負 那這時候呢 我就趕快衝過去救他 但是好像也來不及了 那這隻巫頭走得很前面 我上去教訓一下他 配合凱收掉的悟空 配合凱收掉的悟空 那這時魯班七號又站得很前面 那他站得那麼前面當然就是得死啊 那王昭君這樣的被動 其實我覺得清零是比貂蟬很簡單的 因為畢竟普攻也會有額外的傷害 不用瀕到就會有 這時我們先看能不能瀕到正 他的座位還蠻小的 所以沒有瀕到他 不記得 他又跑掉了 他真會走 我就不相信這次冰不到你 哈哈 你到了吧 那我們的敵人節很給力的 把悟空殺死了 現在只剩下一次陣機 那我們的敵人節剛剛又走了太出去被殺死 沒關係 你們趕快進去一下冰 看能不能稍微對付塔造成一點點的傷害 那我們的敵人節剛剛又走了太出去被殺死 雖然我是隻王昭君 那這時我本來已經可以結束遊戲了 但沒想到我解答速度這麼慢 好吧 沒關係 一下跟他們打一下 給他們一點機會 那我先放一個大招 阿魯班七號打菜 不對 你先把他打死了 他應該也是像我一樣沒有注意到大招 這個時候我又默默的拿了我們塔片兩個五包 畢竟 家裡離這裡很遠 我也懶得跑回家 那這時 我怕 像上次伴一樣的做 結果沒想到還是一樣 普世的真機的劍 可以悟空跟真機一起殺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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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我死掉的這段時間 我的隊友也很可以力的 幫我把那兩個對手殺掉 這樣也比較沒有那麼虧 那我們可以看到 對方的塔其實只剩下半血 我們三個一起去推 應該是推得掉的 但是我們的排選擇想要去小野館 讓我們繼續變得更痛 沒關係 我們就跟著隊友 畢竟這跟傳說對決一樣 是個合作的遊戲 這時候看到真機又站了很前面 那站了前面當然就是只能給我冰啊 就像往昭君說的 劈力很小小火 那這次悟空位也就逼不太到 比他位也有點多 但是配合隊友還是可以把他收掉 那現在我們就配合五個隊友 我們三個就去Pistar 那五三個當然就可以把他點掉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掰掰